政保科技网络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咱们前面呢 从我们的货物 不动产 无形资产和服务啊 等等这些方面 来给大家聊了聊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但是我们还不能忽略另一个问题 就是境内销售的界定 因为我们国家在第一章 咱们已经学了啊 我们国家是按照属地加属人的原则 那也就是说 只要在我中国地头上的这些个活动 那都是要交增值税的 那就需要来界定一下 什么叫境内 什么不叫境内 是吧 境内的要交税 不在境内的 您管不着 您不能啊 要人家给您交税去 好我们来看境内的 销售货物 货物的起运地 或者货物的所在地 在中国境内 那就是我们国家要征您税的了啊 好接下来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或不动产 服务 或者无形资产 得卖方或买方 啊买 卖 这双方得 其中任何一方 中间是货者的关系 然后在境内 那您都属于中国境内的属地管辖 那就要交税 如果是不动产呢 所销售或租赁的不动产 它坐落在境内 那也就是这个是按照不动产啊 都是按坐落地的 那它就属于境内 然后所销售的自然资源的 使用权的自然资源 它也是一个坐落地 在境内 那也应该属于我们中国境内 要交税 最后呢 是一个兜底条款 这就是属于境内的 也就是在我们国家要交税的 那接下来咱来看看 不属于在境内销售的 那也就是不需要在中国境内 交增值税 那都有什么呢 境外单位或个人 向境内单位或个人销售了 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 咱先把这一句说清楚 后面的都明白了啊 举个例子 葛大妈出国 葛大妈出国去旅游去了 我没在国内抱团 我呢 直接下了飞机以后呢 我在当地找了个地接团 好 现在当地的那个地接团 不就叫境外单位或个人吗 对吧 然后向境内的单位和个人 那就像葛大妈我呀 然后干嘛 销售了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旅游服务 哦 也就说呀 我到了日本的富士山脚底下了 我去找了个团 然后抱了个团 我说来吧 带着我玩一天 人家就收了我的钱 带着我玩了这一天 那这不就是葛大妈在国外消费吗 咱能不能说 哎 我给你数一万日元啊 你不不 不行 我得少给你点 我给你九千 那一千块钱 我得带回去交给我们祖国交税去 不是这样的吧 这大家都好理解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到国外去消费去 到全球去消费 您到哪消费都成 不能说您到人家那 完全花在人家那的这种消费的服务 哎 咱还得再回国内去交税 没这回事 好 那同样道理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无形资产也是一样的 出租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去德国 哎 到那聊以后呢 一看这欧洲这么多个国家都离得挺近的 是吧 这走着也方便 那我就说我去德国租个车吧 那你看这就是德国的这个租赁公司 向境内 这个只与中国有什么关系 只是这个消费者是中国人 向境内的这个葛大妈 然后出租了完全在人家欧洲使用的一个车 那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事 叫人家德国的给咱交争取税 对不对 OK啊 这只是作为消费者 我们去国外消费而已 您要不着人家的税收 好了 以及兜底条款 接下来再来看 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为出境的罕见 包括在境外提供的邮政收派服务 中国有一个人呢 葛大妈 这个要把东西寄到美国去 寄到美国以后 到了美国 那现在在美国那个地方啊 有一个美国的收快递的小哥 干嘛呀 去来进行派件去了 那你说我们能不能说 美国你那小哥 你得给我中国交税啊 因为是我中国人寄去的东西 那不会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像这种也不能叫人家来交税 好 第二 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工程施工地点 在境外的建筑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好 举个例子 葛姐有钱了 在这个夏威夷买了个岛 好了 这葛姐是境内的单位或个人 对吧 消费者依然还是消费者是中国人 然后我在夏威夷买了个岛 然后我说美国 你那个什么什么公司来给这岛给我建筑服务 平整土地 种花种草 再盖个小别墅 是不是 那像这样子的来 我们还依然是消费者呀 在国外的单位 在人家国外干了这些活 施工地点在国外 中国要不着人家的税收 不然的话那全地球上干点活的税 是不是都成我们的钱了 是吧 好 第三 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工程矿产资源 在境外的工程勘查勘探服务 好了 我那夏威夷那小岛上呀 呦 这有石油耶 行 来来来 赶紧找个勘查队 然后去来给这弄个洛杉场 攥攥 看看里头有没有石油 好了 那这也得给人家掏钱 同样的道理 这个境内的单位或个人仅仅是消费者 公司 甚至于外国的公司 勘谈的地点也是在这个美国的那个小岛上 我买的美国那个小岛上 是吧 所以也中国收不着税啊 好 第四 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的会议展览的地点 在境外的会展服务 好吧 我在那我那夏威夷那小岛上这隔节喜欢摄影 哎呀 我说得给我那摄影作品开个影展 那行 哎那现在这影展得有人管呀 得有人布置呀 得有人做这个整个的会展服务呀 那找了个国外的公司 在国外的也就是夏威夷那岛上来给我开这个影展 我这个境内单位和个人 我这个境内单位和个人依然还是是个消费者而已 外国的公司在外国的地头上 进行的这种服务 进行的这种服务 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消费者去消费 这不能说给咱中国创造税收 OK 好 这些都不属于境内销售 你看大家其实看出来了这一样 我们境内的单位和个人都只是消费者 那所以都不属于在境内销售 不交增值税啊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作为工程分包方 为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工程项目 提供建筑服务 从境内工程总成包方取得的分包款收入 是从境外取得的收入 那这也是一个境外的收入 好我们来看题目 下列情形中应该征收增值税的是 A 法国的A公司向我国的B公司 销售位于我国境内的办公楼 那在我国境内的办公楼 不动产只要坐落在我们国家 那这属地管辖我可就管定你了啊 该交增值税 B英国的E公司向我国的F公司销售 完全在英国境内使用的无形资产 那就是F公司作为消费者 从英国买了在英国用的东西 那就跟葛大妈去英国 然后 叫人家去这个旅游服务是一样的 所以不用让人家来交税 好 C 美国的G公司向我国的H公司 提供了在美国境内的会议展览服务 那也就是说 葛大妈 然后在美国找了个公司 在美国开营展 那咱要不着人家税 好 第一选项 德国的C公司向我国的D公司 出租完全在德国境内使用的客车 那这就是葛大妈 干嘛呀 在德国找了家公司 然后在德国租了辆车 给德国玩完了 然后车一还给人家坐着飞机回国了 我能带回国家点税收吗 不能 是吧 OK 那这里应该征收增值税的 也就是属于我们境内官侠的 就只有A选项 办公楼不动产 找坐落地 单选 根据增值性情重子的规定 线列业务属于在境内销售 服务 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的有A 境外单位为境内单位提供 在境外的矿山勘探 不是 B 境外单位向境内提供出租境外的厂房 也不是我们中国的 C 境外单位向境内单位销售 在境外的不动产 不动产找坐落地 那也不是我们国家的 D 境外单位向境内单位提供运输服务 这您说的可就有点模棱样可了 境外单位向境内单位提供 提供的在哪儿的运输服务 如果完全在境外发生的运输服务 那也是我们国家的人作为一个消费者 在国外消费而已 那也不属于境内的 但是您没告我呀 您没告我这运输服务 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 而这道题 我们一看前三个选项都排除了 那就只能选D选项了 OK选D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个征税范围里的特殊内容 就是视同销售 非常重要啊 不光是文字性的题目 每一年的计算和综合都必出 年年必出 没跑一年的啊 好了 它也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里头的 那也就是说要交增值税的 要算增值税的 它怎么理解呢 视同销售 那不是销售 要当成销售 不当成销售 咔嚓 算偷税了 您想想 那不就跟销售一样的吗 也就是说 当我们再来算计算综合题的时候 就正常算销项 要按照销售一模一样的来走 而文字性题目的话 我们要选出来视同销售的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什么叫视同销售 一将货物交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第二销售代销货物 也就是说代销双方都要视同销售 这为什么呀 大家想想前面再给大家讲原理的部分 那个棉花变成了线 线织成了布 布做成了衣 这整个商品流转环环相扣 好了 在环环相扣的时候 当时我给大家了一个图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增值税链条 它会环环相扣 这个链条呢 就是连续不断的 我们从商品的初始一直到最后的终端消费者这中间 环环相扣 环环相扣 但是如果咱现在假如说代销不作为视同销售的话 一个单位交给另一个单位 你去过代销啊 那它这个货物移送的时候就没有增值税 那这中间就断掉了 为了增值税链条的一个完整性 所以在代销的过程中 双方都要视同销售 那我们在学习财务与会计那门课的时候 是不是就做过委托代销业务的账务处理啊 那委托代销业务里头 如果是收取手续费方式的代销 我要你100块钱 那我给你也是100块钱 那这个时候就100块钱进100块钱销 你进和销之间没有增值额 那你就相向减进相得零就行 但是我也要保证我链条的完整 所以这个代销双方都要视同销售 那既然提到财务与会计 那我们也要了解到 代销双方100块钱进100块钱出 那我挣点啥钱呢 我白给你干活呀 为人民服务啊 这中间他要挣手续费 委托代销的这个过程中间 委托方要给人家收托方一定的手续费 比如说10块钱 那这个10块钱 我们在税法这里 按照现代服务6%来征收增值税 第三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也就有一个纳税人统一核算 但是呢 他有门点1和门点2两个以上的机构 好了 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到其他机构用于销售 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我们现在看啊 A门点在马路这边 B门点在马路另一边 然后我现在呢 要将一部分货物 比如说咱们正宝会网校的教股资料啊 我们要从这个A门点呢 移送到B门点用于销售去 如果 我说如果 咱们这俩门点都在朝阳区 如果都在朝阳区 那大家来看 哎 这就不用视同销售了 为啥呀 属地管辖 属地管辖 反正这个东西在这儿卖了 还有在这儿卖了 在A点在B点卖 都要把水交到朝阳区去 那所以就无所谓了 不需要视同销售 如果 如果 咱现在 A点是海淀区 B门市 是朝阳区 那您别看我移了个马路 过了个马路 但我过这马路呀 把这个海淀区的这点教辅书呢 就移送到朝阳区去了 然后在朝阳区销售 那这税就跑到朝阳区了 海淀区啥也没有 没税 那这样子 哎呦 这您自己的这点行为 让人家税务机关 给人掐架 这税务机关说 本来在我这儿好好待着的 这我这儿卖了 应该属于属地管辖 应该把税交到海淀的 结果呢 您看这么着一 过个马路 我这税钱没有了 那这种情况 咱就得适同销售 适同销售的主要呢 也就是解决这个属地管辖的问题啊 而且呢 也要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 同时解决属地管辖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点 货物的移送 跨县市移送要用于销售 那什么叫用于销售 如果只是移送过去 并没有用于销售 那这个不需要适同销售啊 那就是他扔到那边去 需要销售去了 那销售才牵扯到税款 到底留到哪里吗 所以要强调一下用于销售 那什么叫用于销售 销售 就是我们把东西卖出去了 人家给咱钱了 收取货款了 哦我也给人开发票了 好了 这两种行刑之一 都叫做销售 售货机构的货物移送行为 有上述两种情形之一的 应当向锁在地税务机关 缴纳增值税 也就是说 必这个门店 把东 教府书卖了 开发票或者收钱 但凡有一件事 有这个行为 那就得把税交到朝阳区 如果未发生上述两项情形的 则由总机构统一缴纳增值税 也就是说 没有用于销售 没卖 没开发票 没有收钱 那所以就是 没收钱 也没开发票 那不就是没卖吗 那只是 从这个仓库 搬了一下家而已 也就没有用于销售的话 那我们就不强调 适同销售这件事 那就是由总机构来统一 交税就可以了 那就什么时候 在哪卖 卖完了以后呢 总机构来交税 那如果收货机构 只就部分货物 向购买方开去发票 或者收取货款 则应当区分不同情况计算 并分别向总机构所在地 和分支机构所在地 缴纳税款 也就是说 现在朝阳区的闭门店说 哎呀赶紧赶紧的 给我送这个 一千本教父书去 这会儿呢 有八百本 人家等着要买呢 你多给我送点来 好了 人海淀区 这个A门市呢 就给B门市 送出了一千本 但是这一千本里头啊 他就只卖了八百本 那两百本就 一直给那搁着 没卖 那我们就分别 合算 卖出去的 把税交到朝阳区 然后一直又没卖 一直在那搁着 甚至于搁了一段时间 是不是有可能还有回来的 那这个就有总机构 来进行统一交税 就可以了 OK 这就叫做跨区域移送 用于销售 需要事通销售 第四 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自产委托加工 也就是说我们 哎 弄了点原材料 然后呢 来进行加工 加工成产成品了 好不容易加工成产成品了 哎 对不起 我不卖了啊 不卖不卖了 比如说 这个酒厂 这大过年的 给员工发了 大家过年 开开心心的 喝个二两 好 那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是作为 集体福利了呀 或者说呢 哎 我这酒厂 这今儿来了客人了 哎 这 这 小张 去给那个 我们厂子里头 那个最好的酒头打一壶 然后让我们王总尝尝 好了 那这叫个人消费 对吧 他们两个 为什么要视同销售 大家想一想 增值税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就这个货物的增值额来交税 现在请问你有没有增值额 我这写的这个流程 原材料是那个高粱 大米 高粱酒 是吧 然后经过我们的酿造加工 变成了 哎呦 宫廷玉业酒 一百八一杯呀 那我问您 这增值了吗 当然增值了 增了大值了 那既然有增值 是不是就得交税呀 那我没卖 所以我就不用交税 都像您这样的话 那这税款可就大大的流失了 我们都去发福利 然后都去自个消费了 那其实也就是说 在我们发福利或个人消费的时候 您已经走到了链条的终端 您自个给您自个当消费者了呀 您既然当了消费者 走到了链条的终端 那这个时候就得有销项 所以这需要始统销售 好 第五六七 将资产委托加工货购尽的货物 用于投资 用于分配给股东 用于无偿赠送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我们把它简称为投分送 是需要始统销售的 那大家细心的同学就会发现 资产委托加工 这个我已经没意见了 因为我从原材料到了产成品 我有大大的增值 虽然我没卖 但是我给投资出去了 我给分给股东们了 然后我给白给别人了 那这个都已经往增值税的链条的后端走了 那我们当然需要来进行适同销售了 否则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增值税就断掉了 对吧 好 那这个大家好理解 那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购进 这后三条都有购进 也就是买来的这些货物 我给投资了 我给分配了 我给无偿赠送了 也需要适同销售 因为这是增值税的下个环节 投资 我们投资给另一个单位了 那另一个单位拿着这东西 说不定就变成原材料了 对吧 那所以 那不是走到消费者 另一个单位不是消费者 不是消费者 那他就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分配给股东 或投资者 那这分配给的 那这个股东 他有可能是一个单位 那么他拿到了以后 也走到下一个环节了 然后无偿赠送给别人 无偿赠送给别人 我们自己资产的也好 还是买来的东西也好 那我都是有增值 然后走入下一个环节了 当然这个下一个环节 有可能是最终的消费者 比如股东是个人的话 他也有可能是最终的消费者 不管是最终的消费者也好 还是我们下一个单位也好 买进来的这些东西 用于投分送 资产委和加工的这些东西 用于投分送 我们都需要来视同销售 然后接下来 再来看一看 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一单位或个体工商户 将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无偿提供服务 但用于公益事业 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第二单位或个人 向其他单位或个人 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不动产 但用于公益事业 或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然后第三是兜底条款其他 好了 总结一下 就是无偿提供服务 无偿给无形资产 无偿给不动产 都不叫做无偿 都是 我们不知道你背后有什么利益关系 你为啥平白无偶给他服务 你为啥平白无偶给他无形资产 你为啥平白无偶把这不动产都给他了 我们不认为这中间会有真正的无偿 所以都要视同销售 交销项 算销项 但是 如果你无偿的对象是公益事业 或者社会公众 那对不起 这个我是真信你了 我认为你是真的无偿 因为你所服务的对象 是整个广大人民群众啊 你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 那我们不需要视同销售 咱不需要你算销项 OK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道理的啊 然后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个例外的是单独拉出来了一个条款 纳税人出租不动产 租赁合同中约定免租期的不属于视同销售 出租不动产 就是租房子 隔节有这个空余的房子 然后给人租出去 租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人商量啊 我说你能不能 这个一下给我交一年的房租啊 我不想这仨月仨月去问你要房租 太麻烦了 你一口气交给我一年的吧 然后人对方犹豫人 然后我一看啊 我就赶紧给人讨价还价 我说你要交我一年的 我免你一个月 这一想啊这挺花算的 这就交给我一年 那这种情况 大家想想 这是不是一种免租期啊 免一个月 你一口气交我一年 我免一个月 那这种免费 这种无偿 如果硬套上面的原理法条的话 这可不是公益事业 这也不是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 按道理说 他不能当无偿 他是不是得视同销售 交销项呀 得给他算上去是吧 但是事实上呢 大家有过这个租房 或者是 我们不管是作为成租方也好 还是作为包租婆也好 总之呢 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那这双方谈妥聊以后呢 真的就是11个月 当12个月时了 我实实在在作为房东 我也只收到了11个月的房租嘛 所以你这国家说 那没收着那钱 也得给国家交税 哎呦 我这心里面怎么想 他就怎么不乐意 是吧 法条呢 是非常人性化的 我们在现实中 这种业务也很常见 而且也不是以故意 主观恶意的去偷逃税款 而产生的这种行为 那国家是认可这种行为的 那我们这个免租期 就不适同销售 也就不需要交税 像葛姐刚才的那个业务 那我们就只需要按 我实际收到的一年 给人免了一个月 实际收11个月 让人住12个月 那这11个月 收到的实际款项 来交税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额外的 把那一个月啊 这个啊 森套法条 然后不属于 非得让人家适同销售 交出来这个税 不需要 OK 好这是一个例外的情况 我们看一个Q&A 我单位是一家建筑企业 为抗击新冠疫情 参与了方舱医院的建设 无偿提供了建筑设计 建筑施工等服务 请问是否缴纳增值税 那这就是一个 无偿提供服务 如果他的无偿对象是公益事业 或社会公众 那么就不需要适同销售 不需要交增值税 那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解答 这个官方的解答 改建方舱医院 是以公益事业和社会公众对象 为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那所以他不需要适同销售 不交增值税 就这个Q&A 我们22年的综合体里头 就有相似的 那个不是无偿建方舱医院 是无偿提供新冠疫情的运输工作 无偿提供抗击新冠疫情的运输工作 也依然是以社会公众对象 为整个一个目标的 那么也是不需要适同销售 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 好我们来看多选题 下列业务属于增值税 适同销售行为的有 A 运输公司向新冠疫区运输抗疫物资 新冠疫区是社会公众对象 因为一个人感染了 那可能真的整个面就控制不住了 所以在当年的那样的一种情况下 这个是为社会公众做奉献的 那么它是不需要适同销售 不需要交增值税的 B 超市将构定的食用油作为过节的福利 发放给本企业的员工 注意啊 它是超市 它是买进来的食用油 买进来的 我们说自产和委托加工的 牛原材料变成了 我们的产成品 您有这个增值 然后您不自个用 您不自个卖 您给它发给员工了 那员工就作为消费者终端 那这个时候是要视同销售的 而现在这个提到的是够近 够近的 我们买进来的食用油已经作为产成品了 这个产成品 我们买进来的时候 哎 以为是要卖 结果呢 没卖 把这产成品没有任何增值的行为 然后就发给员工作为集体福利了 那这个是不可以抵扣尽向而非视同销售 C 汽车厂将自产的汽车分配给股东 自产的汽车分配给股东 我们说投分送是需要视同销售的 这个是视同销售 然后D 软件开发企业 向另一个企业无偿提供软件维护服务 注意 您这个无偿我能认可吗 是真的无偿吗 您这个无偿并不是以社会公众对象 或者是公益事业为服务的目标 那是另一个企业 那对不起 咱需要来进行视同销售 啊 我不认可 那也就是要视同销售是符合体干的 然后一 食品厂将伪特加工收回的食品 无偿赠送给关联方 那这样的一个投分送的送 是需要来进行视同销售的 那这道题选C D E 三个选项 多选 根据增值税的规定 限制行为应视同销售增值税的油 好 这道题的这几个选项非常好啊 我们拿这道题 好好的给大家来掰扯一些细节 A 将自产的办公桌 用于财务部门办公使用 我把财务部门办公使用 给您改成四个字 叫生产经营 您没意见吧 财务部门坐那办公 是不是也是生产经营的活动啊 好了 那现在这问题 将自产的一个货物用于我们自己家的生产经营 是否要视同销售呢 如果这个记忆力比较好的同学是靠背诵学习的话 那你就会说 哎呀那前七条里我背的没有这个条 所以他不叫做视同销售 好这种思路正确 那我们还有一种思路是理解他 怎么理解呢 我自产的货物 自己厂里头生产经营又给用了 那现在是不需要视同销售的 如果啊咱们反其道形式 如果你非说视同销售 那我们自己产的这个货物 然后我给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 比如说100啊 这张办公桌100 那我要交肖像13 但是我一看我自个还得用办公桌呀 那我还得再买 咱虚空的把刚才那个肖像的再买回来 那买回来我用的是 我干的是啥活 是生产经营 那是可以抵扣的 安得好 再来个镜像13 那一个肖13 一个镜13 那都虚空的到这儿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这个地方不需要视同销售 它实际上是增值税链条里的一个环节 我们自己家产的东西 在自己家还在继续生产经营使用 不需要视同销售 好了 那有同学就又想了 不对呀 那我们前面不是说了自产的白酒 我们说哎 那个今天王总来了 小张去拿点好酒 然后我们招待宴请一下这个王总 好了 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就要视同销售呢 答案在于 那件事情叫个人消费 个人消费在我们税法中间啊 是有专门的有一个叫交际应酬 它归属于个人消费里头 也就是说您这个宴请那王总的 它叫做交际应酬 而交际应酬在税法里界定为个人消费 个人消费的意思就是您是消费者了 您是消费者是上帝就意味着您走到了增值税链条的终端 而终端一定是一个最终是销售给消费者的 好了 那这么着一推的话 您那点酒 自产的酒 您给咚咚咚咚咚咚一喝 自个儿当消费者了 那可就不叫生产经营了 那就叫做我们走到增值税链条的终端 要来视同销售了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 将资产的用于生产经营 不需要视同销售 不交增值税 但是如果用于个人消费 是要交增值税的 好 B选项 将外购的服装作为春节福利 发放给企业员工 大家都知道 发放给企业员工呢 这叫集体福利 集体福利 外购的东西 用于集体福利 这个也不适同销售 这个也不适同销售 这个是需要不可抵扣进项的 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有同学说了 那前头那七条上有 自产委托加工的 用于集体福利 才是需要适同销售的 那外购的 它没印着 它没写着 只有那后三条 才带着外购 这条里头没外购 所以不适同销售 行 您记忆力好 我给您点赞 但是理解起来 怎么理解呢 好 现在我呢 就是这家企业的员工之一 我呢 就是去服装厂 采购这些服装 我为妈去采购呀 我们老板说了 好好看身衣服 给咱员工发福利呀 春节发福利 大家都光鲜亮丽的 去拜年去 那现在我去采购的时候 我的心态是什么 我就不是买商品了 不是买我们这个 普通的商品了 我会想 我穿着好看不好看 过年穿着好不好看 合适不 哎呀我不行 我得再问问 我们办公室里的 其他的姐妹们 你们看是选这个 还是选那个 因为大家都给自己采购呀 大家都跟自己采购 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我们 整个员工去团购 那不就是消费者吗 所以我在买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消费者 那既然我是消费者 就我已经走到了 增值税链条的终端了 哎那这会儿 可不是我们这个企业是终端 而是人家卖衣服的 卖服装的销售服装的人 他是终端 他在进行销售 他走的最后一个销项 卖给我们以后 作为员工 我就回家穿到身上了 那就没有别的事了 因为他这个已经走到 他这个链条的整个终端了 整个增值税到这截止了 没有了 下来就是我 跟咱前面最早的 那个原理的部分 讲解的那个 339的那个故事一样 哎我就穿着这衣服 去拜年去了 我是消费者 所以在我们现在发福利的 这个企业里头 他是什么 他没有销项 他不是视同销售 而且他在买进来的时候 也不能抵近相 这已经把这个链条画完了 画句号画到底了 所以后面没有进相 也没有再有销项 仅此到这而已 那他是谁呢 他是卖衣服的这个人 与我们这个企业 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不能抵近相 也没有这么销项 OK 所以这个也不需要视同销售 C将韦特加工收回的卷烟 用于赠送客户 烟丝送出去 变成卷烟回来 然后回来以后 我不卖了 我给白送给客户了 那这是需要视同销售的 将新研发的玩具 交付某商场代销 代销双方 都是要视同销售的 第一 运输公司向老客户 免费提供一次运输服务 您这个服务 无偿给的服务 是社会公众吗 您这是老客户 老客户 大家都知道 我免费给你一次 是为了吸引你这老客户 将来以后 还来我这继续消费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 我们不能不视同销售 是需要视同销售 您要交销项的 OK 那这道题 C 第一 好了 这道题非常好 我们一定要关注的是 A和B两个选项 A选项呢 是不是在那个文件里头 有正向描述的就是没说 然后B选项是有正向描述 但是初学者呢 往往傻傻分不清 我们第一边基础班 我说的有点详细 后续再见着这种题目 我就一带而过了 直接告您结果 然后出选项了啊 好 接下来单选 下列业务不属于增追 视同销售的是 A单位无偿向其他企业 提供广告服务 对象是其他企业 不是社会公众 那所以咱们应该视同销售 B单位无偿向其他个人 提供交通运输 其他个人也不是社会公众 只是某一个人 那对不起也不认可 C单位无偿向关联企业 那对方是关联企业 更不知道你们俩之间 有什么冒腻了啊 所以为啥你平白无故 白给他一些建筑服务呀 然后D单位以旨建的房产 抵偿建筑材料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 我们前面这三个选项 都已经排除了 是要视同销售的 那D选项好像貌似 这个只能选D了啊 答案确实是D 那D的原因呢 不是他不用交销项 他确实是需要来进行计算销项的 他的问题出现在抵债 抵债是一种特殊销售 不叫做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再强调一下 他体现的是这个视同的一个是字 也就是说不是销售 他真的不是销售 但是呢 哎您得按销售走 否则的话 给您得个结论 偷逃税款了 是不 而特殊销售是 他确确实实就是销售 抵债就是销售 我欠您钱我不还我把东义给您 那就跟东义卖给您顶的那点钱 它是销售 只是它不是正常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销售 而是一种特殊的销售方式 那它不能叫视同销售 所以它归不到视同销售里啊 但是如果这道题是一个计算题的话 那销项我们都是要算的 而且是一样算法 但是文字性的题目 我们一定要关注 到底是不是视同销售 还是特殊销售 OK 好了 那这个选递选项 接下来再来看一些计算题 计算题呢 就割到大题里头了 比如说CPA的一个计算题 某位于市区从事机械制造的居民企业 为增追一般纳税 然2020年3月经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发现了 哎呦有事 什么事呢 将资产的产品用于对外投资 产品同期的同类市场价呢 是200万元不含税价 成本140万元 结果您这业务没有进行账务处理 也就是说您该交税不交税 会计师呢就给您审出来了 那现在请问您得调整多少销项 也就是您这事得算多少销项呀 200乘以13% 因为您需要试同销售 而试同销售呢 拿同期市场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下一个 位于市区的某日化公司为 一般纳税人发生以下业务 将资产的5万桶洗衣液 赠送给客户 单桶洗衣液的不含税平均售价是20元一桶 请问要不要交销项呀 当然要交了 因为您这个 这叫投分送货物 投分送自残伪特加工外购的货物 只要投分送 那您都需要试同销售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 5万桶乘以20块一桶 这是个不含税价 再乘以13% 交销项取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 资产货物用于日常的生产经营 不适同销售 这刚才那个选项A里头 然后抵债 易货 也就是拿东西换 他们呢 是要算销项 没错 但是他不叫适同销售 然后再来说计算 适同销售的意义 就是要算销项 跟正常卖货一样得算销项 是为己出吗 是跟销售一样的来算账 然后既然您的销项都算了 那他对应的镜项呢 也是可以抵扣的了 OK 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醒